好上個之前先跟同學講這一個 同學看一下 這個用法 希望各位把它學起來 那個 比如說我現在問各位 皆さん 因為最近 疫情比較嚴重 我就可以用這一種 問候的模式跟各位 講 就是說 我問你說 大家好嗎 那我先加一個 表示我肯定 相信大家都很好 然後再用 來表示 徵詢 你們的 實際的 結果怎麼樣 所以 用內的用法 大概就是用在現在 這一種狀態下 我希望各位慢慢學習這一種表達模式 而是說 最近 每天疫情的狀態 大概都 幾百個幾百個這樣在增加 好 那這樣在增加的過程裡面 雖然 國內已經控制 台灣已經控制的算相當相當的好 我們都 我們都還是很正常在生活 雖然人數有增加的現象 但是絕大多數都是 沒有症狀的 那 所以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地方 我就可以利用 這樣的感覺 就是說 我 確定 大家應該都 平安無事 所以 就用 用內 所以 先肯定 再來一個 所謂的徵詢意見的 感覺的用法 好 再來後面 我在講 用宗子型的表達方式 用 大 我元氣 大 我元氣 大 我元氣 大 宗子型 也就是告訴各位說 如果 最近這一 這一陣子這樣的狀況 大家都還能夠 很有元氣的話 比起 什麼事情 都好 後面其實省略了 意義 這樣的一個感覺 比起任何事情 沒有比這個更好 只要大家都 這裡面 第一個 有內的用法 第二個 有你的用法 比較的這兩個用法 我都希望 同學 把他學下來 這個 表達模式 就是 各位 可以好好的 運用一下 這個就是在講 當我 在某些狀況之下 我可以 怎麼樣的 來 運用 我們所學過的 具構 然後 來 練習表達 這個是 我希望各位 能夠去 靈活運用 而不是 死板板的去背 課本的那一種 句型 因為 被死板板的句型 沒有 沒有作用 沒有作用的 所以 我希望各位 慢慢去體會 慢慢 了解 慢慢去 運用 所以 希望 希望各位 能夠靈活去 運用這一些 我們 以前所學過的 所有的 內容 那 這樣的內容 更能夠展現出 我們 真正 日文的表達模式 而不是 一般的 這樣 而已 可以嗎 好 另外 那一天有同學提醒我一個 我那一天可能 沒有講清楚 結果應該是我講錯了 這個地方 跟各位 講一下 順便 修正 好 就是這一個 句型 這個 但是很感謝 同學提醒我 我那一天 講錯的部分 這個地方 再跟各位 複習一下 我們講過 所有日文變化的 排列順序 第一個 各位看 這邊 SE Ika SE LARENAGATA SO LIS 這裡面 最重要 按照前面來 日文 一般 動詞 他在變化 的時候 第一個出現 就是 食意 然後 後面 再接 被動 被動 其實日文叫做 Ukemi 受身 受就是接受的 部分 所以 先 食意 就是 SELU SASELU 再來 被動 Ukemi 就是 れる られる 然後 這個完了以後 才可以再轉為 什麼 否定 Hite 否定完了就是 Nai 才能夠再加過去 所以 否定之後 才會出現過去 這些字 同學都可以把它 替起來 那單字怎麼唸 以後都可以知道 好 過去之後 再加 SOLIS 好 再加 SOLIS SOLIS 我上次 應該 是跟各位 講錯了 因為SOLIS 有兩種 形態 一個是 原型加 SOLIS 一個是 第二變化加 SOLIS 它的意思是不一樣的 那在這個地方 因為 它出現的是 它形 加SOLIS 它 可以視為 廣義的 原型 是廣義的 原型 所以 這個地方 加SOLIS 就代表了 傳聞 這個地方 應該是 講傳聞才對 傳聞的後面 如果真的要再加的話 最後只剩下一個東西 就是疑問 疑問 所以 日文的 句型的 變化 基本上 應該是按照這個 順序 一般動詞的變化一出來 先死意 後被動 然後再否定 再過去 再傳聞 再疑問 但是各位要記得 傳聞跟疑問 已經不是變化 他只是加上去的而已 他是加上去 他並沒有變化 這個地方 一般來講 這個地方 不算是真正的變化 這個要稍微注意 像加加上去 全部都是可以用的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 詞意 被動 否定 過去 傳聞 疑問 好 這些日文的念法 我希望同學 也順便把它 學起來 詞意是 CAP 被動是 再來 否定是 HITTE 再來 過去是 再來 傳聞是 電論 再來 疑問是 尼夢 這個幾個字 我都希望同學把它記起來 慢慢的 你不要把它當成是文法 你只要把它當成是什麼 單字 單字的感覺 去接受它 那你說老師被這些單字幹什麼 這不是要你被單字 而是要你去了解 日文漢字的讀音 詞意的詞 就念詞 意就念 益 受身 受就是 受ける 受ける 動詞 把入去掉 變成 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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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身體 身 唸 咪 所以 有咪 咪 變成 複合名詞 好 佛 唸 氣 定 唸 天 過 唸 咖 去唸 口 傳聞的傳 唸 唸 所以 傳說 就唸成 天 詞 字 所以 同學不要小看這些字 這些字 對你將來在組合單字的過程裡面 會有很大的幫助 文就當然唸成文 所以 新聞就變新聞 傳說 天 詞 傳統就變成 天 都 所以 一問就唸成 疑 唸 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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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疑 神的实则就念西夏 不是这样吗 这样单字就很多了 一念 你就可以马上联想到 宾利 对不对 所以 很多单字都是从这边在 展现出来的 你说老师那瘦呢 对不对 好你看 除了五个米之外 受付 接待处 变成五个之给 不是一样吗 对不对 好 神念米 一样你都可以 不断的 增加很多新的单字出来 你只要这样 不断的去练习 所有的单字 你就自然而然 会增加的 非常非常的快 而不是去死背 你一背 有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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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队一队一队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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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都不对了 那个 学习的方式 已变成过去了 你能够灵活运用 所有的单字 自然而然 衍生出来 这个部分 我很希望 同学们 一定要把它 学会 非常重要的 一种 学习方式 所以 在学变化的同时 我也希望 同学 能够 把它 灵活运用 这样 你根本就不用担心 自己的单字会 不够 绝对不会 我跟你保证 其实你们现在 每个人的单字量 其实都已经不少了 但是 我比较希望各位 能够 更完整的 把它 学下来 这边 简单复习一下 刚刚讲的 这一个 所谓的 受打 的问题 刚刚讲过 我们 寄 受打 诱打 的时候 这样可以 看得清楚吗 可以看得清楚吗 现在可以了 可以哦 好 受打 诱打 我们讲过 要两个一起记 诱打 先记 因为诱打 只有一种变化 受打 有两种变化 所以 比较容易 弄错 所以 说 诱打 比较 简单 他 只有一个 意思 就是似乎 好像 所以 又打 前面 动词 用 圆形 形容词 也跟着 用 圆形 名词 一样 圆形 加上 诺 把诱 当成 名词 来看待 所以 形容 动词 当然 就变成了 加一个 那 加诱打 的感觉 好 我们 这个不是 重点 重点在 受打 我们 讲过 受打 如果 一样 是 似乎 好像 这两个 为了 区隔 所以 势必要 把它 产生 变化 变成 不一样 所以 这边 的 动词 就变成了 MAS形 我们 讲过 形容词 跟着 动词 刨 它 变成 MAS形 形容词 就要 去 一 为什么 要 这样 变 这样 变 等于把 动词 原形 跟形容词 原形 变成了 什么形 第二 变化 的时候 代表 这时候的 动词 变成了 什么词 中子形 中子形 就等于 什么词 名词 对 名词化 这两个 都是 名词化 的概念 这样 你就不会 记错了 为什么 名词化 形容词 去 是不是 也是 名词化 Aka 变成 Aka 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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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也是 一样的 概念 这样了解 同样的 相对的 当动词 变成 圆形 形容词 跟着 变圆形 的时候 这个时候 我们讲的 只要是 圆形 日文里面 到 进阶 日文以后 所谓的 圆形 代表着 广义的 圆形 所谓 广义的 圆形 包括 第三变化 的 圆形 也就是 字典型 这个就是 第一个 圆形 的 概念 扩大来讲 还有 他 形 耐形 都可以 把它 列为 是 圆形 的 一种 概念 你用 这样来 思考 就不会 犯错 所以 这个地方 用圆形 加 塑打 的时候 他就代表 听说 传文 而不能 代表 似乎 好像 这个部分 定证 一下 不好意思 造成 同学的 混淆 这个部分 真的很不好意思 还是很感谢 同学的 特别提醒 这个 日文的 言語 叫做 猿も 地から 落ちる 他的意思 就是 猴子 也会 从 树上 掉下来 成 语 日文 有很多 类似 这样的 成语 也就是说 很会 爬树的 猴子 不小心 一样 会 从 树上 掉下来 的 这个 带有一点点 油断 大敌 就不能 疏忽 这个 日文的 这一种 成语用法 希望各位 也可以 记住 这个念成 油断 大敌 油断 的意思 就是 疏忽 大意 的意思 这个单字 这个单字 要注意 也就是告诉同学 做任何事情 疏忽大意 是每个人 最大的敌人 必须要特别留意 你如果 你如果 油断的话 其实你是 猿 也就是说 你即使是猴子 也有可能 从树上 掉下来的时候 不管怎么样 都不能 疏忽 有时候 疏忽快 有时候 一下子 没有转过来 当然 就很容易 错误了 所以 上次讲的这个部分 希望 跟同学 印证一下 这个地方 请各位记住 所有变化的过程 这个要变成 听说 的意思 对不起 听说传文 对了 可以吗 今天镜头没有很清晰 奇怪 好 再调整一下 这样可以 看得见吗 因为好久没有用 这个了 可以哦 可以 好 这个 下课以后 我还会把它拍下来 传给同学们做参考 哦 我看不清楚就讲没有关系哦 我会尽量把它弄好 可以吗 还有没有问题 好 如果这个没有问题 我再跟同学讲一个东西 在那一天 一个学生告诉我的 我觉得这个不错 所以推荐给同学使用 Facebook里面 请同学进去 搜寻 搜寻 这个东西 要Facebook 点进去以后 你用那个 那个什么放大进去搜寻一下 这个名字 日据经典语录 这个东西 哦 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把它 加入 你可以加入 加入以后 他每天 都会 记 日据 现在 目前 线上 正在演的日据 他的主画面 是这样 同学有看到哦 主画面 是这样 那你往上滑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很多 有没有 他先中文解释 然后 我就看全部 这些东西 都会有 同学看哦 进去以后 往上滑 好 这里面 他就会讲 我随便举一个例子 这边有很多例子 各位看这个比较短 好 他说 在甜点面前 人人都是奴隶 他会把 谁讲的 这句话内容 全部弄出来 然后 从哪一部日据里面 挑出来的 先生 の 踊り よせ 就这样 哪一部日据 他都有 哦 那我希望同学去读这些东西 阿玛さん の 前 的 人 は どれ 哦 这个就是 他已经选过很多很多片子 这个都是目前我全部看过了哦 这些都是目前日据正在延的也就是各位现在只要上网看到马上可以搜寻 哦 这些都有 哦 像最近这个 啊 那个 新的日据哦 这个部分 里面也都有哦 这个部分 希望各位慢慢看 哦 像这一种东西 木村多灾的 今年 最新的日据就是这一部 哦 他现在只有演一集而已 但是这个部分 我希望各位慢慢去学你可以挑你喜欢的句子拿来读一读 然后读完之后你觉得这样的内容你有兴趣 你就可以去追剧 要不然 每一季一出来日据最少十几部 很难每一部你都看过 还有电影再加进去更多你都会吸收不良 我宁可各位可以先读一读这些内容 然后再去看日据你喜欢的 这样你就可以学到很多不错的东西 这是我希望各位可以改变一些学习的方式 但是在整个改变的过程里面因为他会有中文翻译 有日文原文还有谁讲的哦 我希望各位去尝试阅读你在阅读的过程里面你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我也打算接下来如果有时间就从这些日据经典语录里面挑出一些好的句子 然后录影说明讲解分析让同学们去学学看一看就这样 希望对同学们有帮助 以后这些录好的影片我全部会贴在YouTube上面 因为他都很短 所以对同学们的学习干扰会比较小 第二个很短你可以重复看一直看 甚至于我会在里面顺便教同学朗读 怎么样朗读你就念 然后学会里面的内容 我举个例子给同学看 我先分享给各位 好这个就是我今天抽时间整理的一个部分 比如说像这样随便找一篇好了 这个都还没有讲的 我还没有编写 好我们看这一篇好了 这个是水下罪案搜查班 这个将来练习的时候我都希望跟各位同学一起 最主要的部分是内文的部分 像这个名称都是给同学做参考的 那这些东西我都希望同学们先把它学会读音 好刚刚学过过去 所以这个地方就出来了 好我先把注读音 好我先把注词框起来 将来在说明的时候 好 那 再来 你 注词 好 好 一样 注词 注词的部分先把它框起来 好 这边又是 这边的句型就是这样 将来我都希望同学慢慢这样练习解读 好 好 这个 这个 我并不建议同学特别 你看我这边都把那些谁讲的话 什么人讲我全部删掉了 因为我要各位学习的不是那个人名或是片名 我只是要让各位知道 这样的句子 如果你喜欢的话 你再去看这部影片 方便同学们查询 目的是这样而已 好 各位看这个 好 在这个地方 我们学过 哪哪的句型 怎么样用 这个 将来我就会这样 好 让同学知道日文的文法 第一个 第一个 哪哪 我们讲过 他跟 他那最大的不同 在哪里 他那的话 一定是 前因 后果 直接转过去的 有了前因 才会有后果 对不对 这个不一样 这个是 你要 要做 后面的事情 要先把这个讲完 要 也就是 要先把 做完某件事以后 你才可以去做那件事 那样的意思 比如说 你要睡觉 好 请先摔牙 这个就是 我讲的 哪哪跟他那的 相反的地方 好 意思就是说 他在这边 讲的意思就是说 假如 你要 和过去 母亲 阿武 面对的时候 母亲就是 朝向哪个方向 朝向哪个方向 阿武就是 合在一起 两个对 谈的意思 好 这个 很好用的句型 什么什么 阿武的用法 希望各位 希望各位 要把他 给起来 和这一个字 就是 两个人 比如说 哈拿西 阿武 就是 对话的意思 好 妮阿姨 相亲 看一看 合不合 全部把它 转为名词 也可以 好 哪 狗里 阿武 跟 互 互 这样子 他是 全部 可以 变成 灵活 运用的 符合 动词 跟 符合 名词都可以 所以 这个用法 无论如何 希望同学 要学会 这个 阿武的用法 非常好用 那 哪哪哪的话 意思 就是说 假如 你要 跟 过去 相 面对的时候 他 应该要先做什么 我 请你 冷静下来 Less 用你 表示 这边 并不是 住词 同学 告诉我 冷静 是什么 词 行动词 所以 用你 加 Naru Naru 变成 Nare 请你 这边 Nare 怎么变出来的 Naru Naru 变成什么 Naru Naru 这里 是 Nare 对 Nare 然后 中指 吧 好 中指 很好 这个 就是 我讲的 另外一个 内容 就是要 让同学 学会 Naru 变成什么 Naru Naru 对不对 在变成什么 Naru 对 希望 这边就变成 带有 这样的意识 还是怎样变过来的 没有 同学就要练习判断 这就是我希望 各位去练习判断 你去想看看 这边 Naru 怎么变出来的 是这样吗 还是有其他的 变化模式 他 这里是不是有点是 命令 命令 对 就是 上 对 下 的关系 好 Naru 直接变 Nare Nare 没有经过 Nare 是不是 对 命令 命令 对 好 命令 那命令型在这边 上对 上对下的 概念 对不对 没有错 所以 这边 我希望同学 注意 Nare 用命令型 还是 Nare 变 Nare 用中指型的概念 去 陈述这件事 你 这两个 都可以 这两个 都有可能 成为 这一句话的 里面的 内容 对不对 两个都可能 没有问题 N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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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变化上 都没有问题 对不对 这个是代表 中指 中指型的概念 这个什么型 刚刚讲的 这一句 这一句 是不是 同学 不要小看 任何一句 这一种 所谓的 那个 短句 这些短句 它所产生的 变化 我们在判断的过程里面 到底哪一个 才是合适的 为什么 我希望同学 读这一句 这一句里面 同学有没有看到 我刚刚画起来的 有没有看到 Nare Va To 有没有看到 我们学过的 四种假定型里面 它这边就出现了三个 对不对 Va To Nare 跟我刚刚讲的 Tara 前因后果的 这四个 全部都出现了 这一种 学习 坦白讲 一口气 全部把它 全部 了解一次 对不对 就 能够 清楚了解 La To Nare Tara 有什么不一样 A5 这个等于是 单字的运用 我就把它转到下面来 你看 这样的 差异 就跑出来 所以这个地方 我就可以顺便学 La 顺便学Po 这个的 四个 注词 四个假定型的用法 对不对 好 假定型的四种用法 在这边出现了三个 当然我为了要比较 Tara 一定要出现 对不对 好 这边剩下的 单字 Naru 变Nare 怎么样 变出来 到底在这边 应该是中子型 比较适合 还是命令型 比较适合 就要 去判断 所以 当你如果真的 还是 没有办法分辨出来 怎么办 去找这部片子来看 你就知道在这个地方 这个Nare 到底 是命令比较好 还是中子比较好 你自己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在这个地方 因为这部片子 我还没有看 在这个地方 正常来讲 应该是命令比较好 就说 假如 你要去面对过去的话 首先 我希望你 能够冷静下来 好 这边又来了 我们又学到另外一个文法 这个 另外一个的文法 就是什么 后 后面要加什么 动词 对 所以 我希望同学在句子里面 你慢慢去追一敲 以后你就可以了解 好 失律 变成了 失律吧 那样做的话 那样做的话 假如你那样做的话 前面讲 假如你要跟过去相面对 请你先冷静下来 你给我冷静下来 命令型 你给我冷静下来 那样做的话 不管什么样的结果出来 好 这边更复杂了 好 同学注意看 好 后面加什么词 名词 名詞 所以它是什麼詞 我有沒有看到 Cosado 對連體詞 很好 我希望各位去 慢慢這樣習慣 以後你在解讀句子的過程裡面 你就很容易 學會 自我判讀 所以你看 這邊用Cosado 這邊用 Dona 後面加什麼名詞 Keka 對不對 好 所以 Cosado加動詞 Kona,Sona,Na,Dona 一定要接名詞 以後你在使用上 自己練習表達的時候 絕對不會錯 這個都牽涉到文法的使用 因為假定型 我們待會再稍微做複習一下 好 各位看 這兩種型態 因為這個比較複雜 待會再講 所以 同學千萬千萬不要小看 這些短短的變化 而這些東西你瞭解以後 一通就會全部都通 好 各位看這一個地方 Kona,Sona,Na,Dona 六個Cosado 這邊已經出現兩個 所以我們自然而然就知道這樣用 好 Ni,Naru表示變成什麼樣的結果 對不對 好,我問同學 這邊用地級變化 Naru是怎麼來的 這個詞 意象性 Naru又變化 對,很好 所以你看 這邊單字 Naru又跑出了一個 Naru 第五變化出來了 好,這個第五變化 好,Naru是什麼型 意面 對不對 好 我去看喔 好 好 這樣好了 直接把它變到下面來好了 好 而且看喔 這個地方 Naru變成Kano 同學注意看 他在這邊的變化 可能性跑出來了 中止性跑出來了 念念性跑出來了 意念性跑出來了 所以我為什麼希望同學去學會這些東西 你注意看 這些東西一出來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在做完整的複習 就是在做完整的複習 把所有的可能性我全部跑一遍 好 你再看這邊 好 不管什麼樣結果出來的時候 後面加拖 好 我問同學 這個句型 我們曾經在哪裡看過 第五變化加一個拖 後面再加什麼東西 我們在一般的讀本裡面 絕對看過這個句型 這個句型也是日文能力檢驗考試 N3B考的題目 他省略了什麼東西 很好 思います 就是思う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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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過 第五變化加拖 加歐摩五 這樣認為 想兩次 一個意念 再想一次 這是 道地的日文式的表達模式 要特別特別注意 所以 他這邊感覺就是等於 省略了那個東西 好 在這邊另外還有一個意涵 我跟同學講過 拉型跟拖的差別在哪裡 對不對 好 現在跟同學講 以後你碰到假定型在使用的過程裡面 最重要這四個假定型的運用 希望同學全部能夠記起來 必須要記 而且要弄得非常熟才可以 第一個 NARA 有幾個判斷的重點 假定型 它有一個特徵 先把它分為兩組 單一字的 它代表的必然成立 也就是它的結果要必然成立 這個要注意 好 兩個字的 所謂的單一字就是Var跟拖 所以我先把這個放到前面 這樣 在討論的時候會更簡單 同學看 兩個字 NARA跟TARA的話 非必然成立 這兩個 要特別小心 什麼叫必然成立跟非必然性 也就是告訴各位 只要你用R跟拖 前面的音一出現 後面的國必然出現 這個才叫 單一字 MAR跟拖 如果它不一定必然成立 那就是用NARA跟TARA 什麼叫必然成立 舉個例子 假如你很用功的話 你就可以考第一名成立 成立不成立 必然不必然 同學告訴我 不必然 所以這個時候要只能用什麼 用NARA或TARA 這樣知道喔 同學在判斷這四個字的時候 第一個動作 先判斷 它會不會必然成立 不會必然成立 只能用NARA跟TARA 必然成立就用拖跟BAR 好 我再舉個例子 春天一到 櫻花就開 必然成立還是非必然 必然 對 所以你就知道 大自然現象 一定是必然成立的 所以那個 當然就要用TARA或者BAR 這樣知道喔 所以它在基本判斷 必然非必然條件 是第一個要件 好 我們現在在細分 BAR跟TARA 都是必然成立 這個也是必然成立 那這兩個又有什麼區別 BAR的時候跟TARA又有什麼差別 也就是說BAR的時候 多半都是人力可控制的 都用BAR 多半都是自然現象 就這樣 來做區分 也就是說 當 後面 出現了 出現了 有些 字 的時候 就只能用吧 像什麼 表示期望 表示期望 或者 請多 KUDASAI 或者 可能情 成本 成本 人力 可以控制的 這些東西 這些 這些單字 出現 這些單字 這些單字 出現 的時候 全部 要用BAR 自然現象 才可以用拖 這樣 了解嗎 基本的 差異 在這個地方而已 這個 表示 期望 表示 請多 表示 可能 能力的時候 全部 都 只能用吧 也就是 由自為 來做 分辨 自為 出現 這些字眼 全部不能用拖 除此之外 有些地方 兩者 可以併用 這樣 了解了嗎 舉個例子 這個地方 地勢 很低 一下 魚 就會 積水 這有 牽涉到 自然現象 跟 人為 都是 必然的 結果 兩者 都可以用 這樣了解了嗎 那 如果 細分 就 你只要看到 人力 可以 掌握的 這些字 全部 全部 都要用 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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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 動詞 全部 所謂的 可能 動詞 包括 できる わかる 還有 什麼什麼 動詞 原型 加 ことが 加 できる 全部 都 歸為 這個部分 這樣 瞭解了嗎 好 那 NANA跟TALA 怎麼區分 TALA 一定要先 前因完成 才會 產生 後面的 前因 要 成立 中國才會 出現 這個 前因 一定要 成立 後面才會 出現 這個 結果 那 NANA剛好 顛倒 你要做 前面的 事情 這個 剛好 顛倒 要 做 前向 後向 自勤 直 要先 要 先完成 後向 這 就是 說 比如說 你要 放學回家 你要打電動玩具 你要幹電視 テレビを見るなら 宿題を先にやってください 這個就是NANA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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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了解嗎 還有NANA的話 還有一個 建議 表示建議 忠告的時候 也是用NANA 舉個例子 你要買 電腦的話 就請到 光華商場 コンピューターを買うなら 光華商場へ 請你到光華商場 這個 帶有建議 你要喝牛奶 請你喝一杯牛奶 就這樣的概念 這樣了解了嗎 這四個 假定型的使用 我希望各位 了解一下 可以嗎 還有沒有問題 好 先建立這樣的基本概念 好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 我為什麼講說 這邊文法非常多 變化 非常多 就在這邊 各位再看這個 YALU MEGY MEGY是什麼 什麼 什麼詞 這個字 名詞 名詞 所以前面用什麼 動詞 名詞 所以你看 這邊又多了一個 YALU 等於什麼 你同學不要小看一個詞 一個短句 可以看到 這麼多 變化 所有的變化 都在裡面 YALU 等於 SUR 做的意思 原型 加什麼 名詞 MEGY 對不對 MEGY 本來是 MEG 變成名詞化 還有一個 有時候我會有 MEGY 這個 也是 他的 同樣的變化 不管變成C 只要不保留 他動詞的概念 MEGY MEGY 都是 歸為什麼 名詞 所以用 原型 加 名詞 有沒有看到 這個是什麼 連體型 好 我這邊都 等略了 這個也不要 所以同學看 這個句子裡面 到目前為止 已經出現了什麼 可能型 中子型 命令型 意念型 連體型 中子型 第幾變化 第二 連體型 第幾變化 第三 對不對 可能型 第幾變化 第四 命令型 第四 意念型 第五 有沒有看到 除了第一變化 走定沒有出來以外 這邊已經是二三四五 各種巨型 全部跑一遍了 這個就是 我希望各位去看到這些 它的複雜性 隱藏著的是這麼多 好 再過來看 Wagaru Haz 又來了 有沒有看到 Haz 什麼詞 名詞 對 又是名詞 動詞圓形 加名詞 Haz Haz 所以這個地方 加 Megu 加什麼 Haz 這個全部都是 跟三檢定 常出現的巨型 名詞的結構 Haz 名詞的結構 這兩個字要記得 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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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的意思 所以在這個地方就變成什麼 やるべきことが 應該做的事情 就自然而然 可以明白 這個就是 能夠明白 的 所以 從這邊 除了前面的 Wagaru 可以知道 後面是名詞之外 後面再加 搭 也是 名詞 肯定句 長題的表現 所以你看 短短的這麼一句 我們學到了形容動詞 學到了連體詞 學到了副詞 學到了名詞 動詞 種種變化 在這邊 連帶的 學到了 三個假定型 這一些 轉換 希望各位 可以 慢慢的去理解 所以 這邊的 整句的意思 就是說 假如 你想要跟過去 面對面的時候 就請你 先冷靜下來 給我冷靜下來 那樣做的話 不管 什麼樣的 結果出現 你就會 明白 什麼事 是 應該做的 了 好 我問同學 這邊的 Ga 是什麼樣的 Ga 住詞 Ga 可能小能力 Ga 表能力 所以Ga 在這邊 代表什麼 同學注意喔 這個 又是 很重要的 文法的 練習 這個地方 各位看喔 各位看 這個地方 我們講過 前面放 對象 有三個度詞 是 第一個 Ga 的時候 後面 一定是 什麼 剛剛同學講的很好 表什麼 表什麼 独立 表好物 表什麼 存在 表好物 表什麼 存在 這個 一定要 記住 好 相對的 同樣的 表示 對象 後面加 喔 的時候 這個時候 表示什麼 間接對象 好 再來 相對的 同樣 對 對 相 加 你 這三個 助詞 使用的時候 代表什麼 間接對象 對 三個 絕對不能忘 非常重要 我們在這裡面所看到的 這個巨型 你就可以了解到 對象 三個 這個 表示假定的四個 全部都可以 複習到了 這個 Cosato 系列的 表現方式 全部 都可以 派上用場 這個部分 各位 一定要記得 這邊 為什麼知道 他是 表能力 在這邊 有沒有 所以 表示能力 你 應該做的事 而不是 做應該做的事 之後 你就會知道 他不是主語 而是什麼 對 相 很重要 你在這樣 翻譯的時候 才不會弄錯 因為 他變成對象 而不是 主語 這個地方 不好 翻譯的地方 就在這邊 所以 這個地方 表能力 表好物 希望 大家 能夠把這個記起來 表存在 表示 期望 太 欲し 表示 狀態 一代 長 低 等等 記住 這裡面 唯一 要注意的是 前面 不管是表能力 好物 存在 期待 狀態 這些字 絕對不會是名詞 絕對不會是名詞 瞭解 能力 能力 得記入 わかる 動詞 憂日 喋得 形容動詞 好物 思記記來 形容動詞 存在 ある一路 動詞 期望 太 欲し 表面上是 著動詞 但是 一結尾 可以視同為 形容詞來看待 狀態 長い 一代 覆蓋 覆蓋 等等 全部都形容詞 絕對沒有名詞的例子出現 可以嗎 到這邊為止有沒有問題 所以 從這邊的句子 同學就可以看到 我怎麼樣去體會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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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運用 助詞的使用 以及 變化 在這邊 短短的一句 引用的 這麼多 所以 為什麼 解讀很難 原因 就在這邊 因為 你必須要花很多時間 去 體會 才有辦法 了解到 其中的 差異 真的 真的要融為貫通 才可以 所以 我才跟各位講 解讀 真的 不容易 真的是 不容易 我希望各位 不要心急 慢慢 慢慢 練習 絕對可以 更上層樓 因為我最近發現到 很多同學 我在跟你們 互動的過程裡面 我慢慢 已經都感受到 你們不斷的在進步 這些東西 都是 我希望 各位 能夠儘快成長 儘快 達到 這樣的 理想 這些東西 都 不是 很難 現在 比較重要的是 你怎麼樣 去把這些東西 看懂 完全看懂 就夠了 這個是 第二篇的部分 因為我覺得 它 相當的 不錯 我目前已經選了 大概 一二十篇了 因為 上個禮拜 學生跟我講之後 我回來 就 一直讀 我要看看 裡面有些 什麼樣的東西 像剛剛 給同學 稍微看過 很短的 我就沒有把它 栽錄下來 太短 同學自己看 一看就知道 像這種 比較多變化 複雜性比較高的 我比較希望 慢慢教會 同學們 怎麼樣去解讀 讓自己 能夠 更了解 其中的變化跟轉化 這樣 比較重要 可以嗎 這邊 這邊 同學有沒有什麼疑問 想要發問的 都可以 提出 老師 請問一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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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怎麼解釋 卡古 和 和 過去 和 面對面 OK 和 過去 謝謝 對 這個比較簡單 對 面對過去 好 這邊 剛同學 請問到 這個 助詞 這個的使用 還有一個 可以 各位也可以 順便 學一學 這個以前 我有講過 這個 就是 這個 拖 跟 你 的對比 這兩個 拖的話 就是 雙向 的行動 第一的話 是 單向 單向的行為 要特別注意 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什麼 什麼叫單向的 行動 跟 雙向的 行動 比如說 好 這兩句話是不一樣的 這邊 拖 跟 這邊的 咪 翻譯的時候 就會產生不同的感覺 雙向行動 這 代表著 這一個 動詞 可以用在 雙向 也可以用在 單向 這個 時候 就是 我 和 老師 一起 討論 單向的行動 就是 我去找老師 商量 我問老師的意見 這個是 我和老師 一起 討論 兩個人的動作 這樣 了解 這樣 了解 那 日文裡面 有幾個字 一定要用 拖 而不能用 你 像什麼 結婚 這樣的字 離婚 當然也是 不管結婚 離婚 他都是 一定要 雙向的 不能單向 你說老師 我去找他結婚 不行 不行 絕對不行 所以 結婚 する 還有什麼 変化 する 吵架 這種字 只能用 拖 不能用你 這個 必須用拖的 也就是 兩方面 都要有動作的 只能用拖 不能用你 這個 也希望 各位 把它 記起來 我把它擺到這邊來好了 方便 看 好 這個 這種字 必須要 雙方面 共同認同的行為 只能用拖 不能用你 這個就是 我剛剛跟同學講的 住詞 拖跟你 單向行為 雙向行為的差別 所以 剛剛同學問到這個 拖的問題 順便 讓我聯想到這個 順便讓同學 複習一下 兩個字 都可以用的 都是用這一種 還有什麼 還有 會面 都可以的 我和老師 約在外面 碰面 大部分的 都是 兩個都可以 通用 只有這一種 限定的 希望各位 小心 就好了 這個一定要記 電卡 是 吵架 大概 了解一下 就可以了 有沒有問題 這個 這樣可以聽懂 咪跟拖 我希望同學 慢慢 很多註詞 全部 一直呼吸 一直呼吸 然後 讓自己 更清楚知道 怎麼用 這個 使用 變化 能夠 運用的更 靈活 它的 出現 代表著 所有的 轉換 會讓你 學的更多 更快 就這麼簡單 這個 有很多可以運用的 我都希望 各位 充分運用 可以嗎 這邊 像這樣的句子 如果你有興趣 歡迎同學 去看這部影片 看一看 你就知道了 還有很多 我預定 留下來 還有這麼多 這個都 我已經準備好了 以後 就慢慢 這個 我不會在 我們這裡面 來上課 今天只是 舉這個例子 給各位看 我不會 一直上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我會另外 出時間 把它 錄下來 提供給同學們 在YouTube上面 學習 你有興趣 你自己 就上去 YouTube看 有沒有問題 其他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我就關掉了 我們接著 回過頭來看 我們 我們 之前 上課 上到 第59月 授受動詞 授受動詞 的部分 可以嗎 好 沒問題 我就 這邊 就退出了 這個 下課後 我會 拍到群組 給各位 做參考 可以 好 我把這個 關掉 好 接著 還有 這個 這個 就是 我們 上次 還沒有上完的部分 接著 講下一句 這個 應該沒有上吧 不長這個 沒有 上次 講這個 已經都講過 各位看這個 好 一樣 這個 的 用法 坦白 跟各位 講 這些 東西 受受動詞 其實 並不簡單 很多東西 都要很小心 慢慢去 體會 你才能夠 體驗到 那種 感覺 好 這個 就是 這邊 好 這個 陳先生 已經講到 要講那個 麵壇 那個 在下面那個 這個 這兩個 講完 講完了 沒錯 4月14號 已經是講 那個 OK 好 那我就把這 兩句 刪掉 因為這個講過了 就不要了 謝謝 提醒 因為 太久 沒上就 跑掉了 好 各位看這一個 一樣 我們看 這個例子 好 一樣 我先把這個 不用 花太多時間 去做拼音練習 拼音練習 我希望同學自己練習 可以的話 因為 我希望 比較難的地方 再讓各位 去那個 做練習 好 一樣 面談する時間がないのであれば 好 せめて電話で 好 話を させ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 好 好 電話は 取られ 取られ 取らせません 好 這邊 真的 也是 不好懂 各位 注意看 好 各位看 這個 面談する時間がないのであれば 請問 電話で 電話で お話をさせ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 電話は取らせません 電話でお話をさせ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 電話は取らせません 希望 各位 要特別 注意 這邊 可以 運用 一下 我們 在 使意 用法 上面 早上 動態 參議 次 何 他變 變成什麼 こ 加 させる 他變 他變 さ 加 せる 食欲被動 的用法 五段跟殺變是一致的 注意 是用せる 一般 咖變殺變是跟著 上下段跑 只有食欲被動的時候 殺變跟著五段跑 好同學看這邊 這一個句子裡面 哪裡用到食欲動詞 隨意動詞很不好翻譯 要特別注意 させて 兩個 詞意 再來 這邊 前面第一句的 假定型 拉型 對不對 前面這一個 這一段 應該 怎麼樣 解釋 說明 比較好 同學覺得連蛋四日一天哪會有留意的問題 這邊的留意的問題 怎麼樣說明解釋同學覺得 看一下這邊 這個留意 是 瞬接的mode還是兩個 注詞的no跟de是切開的還是混在一起的 怎麼樣判斷 這個真的這個句子就是高級日文裡面的 複雜性蠻高的一個句型 所以我希望同學 練習 看一下這樣的感覺 不同意懂 但是一定要練習看懂他 這裡應該是 那為什麼不是node node node 為什麼這邊不是node 表示瞬接 我問同學 這個牽涉這個牽涉到node的概念嘛對不對 好我問同學 node node 說明明 我問我問他 你不是在那邊做的事嗎 我問他 我問他 你不是在那邊做的事嗎 我問他 你不是在那邊做的事嗎 他呢 是 realm negotiation 缘型 physicalис avello we use Hawaii 實溂圓形 動詞圓形 душ 動詞圓形 動詞圓形 服務所變一樣 動詞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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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詞 這也是N3 一定好 名詞 名詞跟形容動詞是那種 對 加 拉 沒錯 這個很重要 好 圓形 拉 這都對 好 現在 你看這邊 什麼詞 那也是屬於形容詞 形容詞的概念加 可不可以 可以 好 再來接後面 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 所以這邊 應該是 還是 哪一個才是對的 好 那我問你 雖然前面 是加這些字 那後面加什麼 句子 對 對 來 阿蕾馬是不是句子 阿蕾馬是不是句子的問題 到這裡是中指的 對 點一點 對 他已經中指 不算中指 是算 假定 對不對 對 假定 可不可以 嗯 你可以吧 也可以吧 我希望同學去思考 當你去思考 以後看到這樣的問題 你看 這邊很尷尬 好 那我問你 如果是 Model 你翻譯看看 你翻看看 因為面談沒有時間 怪怪的 有兩個假如 是 好 我再問你 如果按照剛剛前面那個同學 講的 前面是NO 後面是D 的話 應該變成怎樣 變成 同學注意看 我希望同學去思考這些問題的時候 當我自己在解讀碰到問題的時候 我怎麼樣去破除 問題點 要練習的 好 你看 剛剛 我講 NO 加 DR 對不對 他的意思是 NO 加 DR 成不成立 NO 成不成立的問題 來 NO 加DR 成不成立 他的NO 是指示代名詞吧 是的 好 單為代名詞來使用 加DR 可不可以 這樣就成立了 他等於就是 對不對 等於大 是不是成立 DR 等於 我們當時 因為我們不習慣 了解嗎 所以 DR R 等於就是等於大 對不對 有沒有問題 是不是 也就是 我這邊 變成了 這樣 是不是 對 R 變成 假定型 來 看看 假如沒有面談的時間 的話 對 沒錯 這樣 比較順還是剛剛那樣 我希望同學這感覺 剛剛為什麼翻不出來 就卡在這邊 同學都了解道理 你們都知道劇情變化 當像這樣 很曖昧 模糊不清的時候 我怎麼判斷 你看這邊到底是 NO加DR NO加DR 還是 NO加DR NO加DR 這樣的 假定型的 具構 你們都了解 基本結構 我跟各位講過 如果 你出現的時候 前面要什麼 句子 對不對 後面 也是要句子 沒錯 為什麼 我教你們的時候 我要這樣 跟你們 一再的 強調 因為 不是句子 的時候 你就會 搬不出來 因為 所以 因為怎麼樣 所以怎麼樣 雖然怎麼樣 所以怎麼樣 一定是有一個結論的 所以 他應該是句子 而這邊 只有假定 對不對 所以 各位在這邊看 你就知道 有 ないのである 就可以了 有沒有問題 這邊 到這邊為止 有問題的同學 就提出來 這個東西很重要 因為接下來 還有一個問題 我要再追問同學 一個很重要的 可以聽懂 所以 為什麼不能NO DE NO DE 就變成 因為怎麼樣 所以怎麼樣 對不對 因為 沒有 面談的時間 所以 假如 就很奇怪 翻不出來 絕對翻不出來 也就是在告訴同學 當你 沒有辦法確定 到底是NO DE 或NO DE 的時候 你就要 把句子 兩個 嘗試看看 翻譯 最準 了解嗎 當我在try 哪一個才是正確的時候 勢必 就必須用這種 方式 慢慢去 調整自己 練習 判斷 這個判斷的練習 很難 但是很重要 我希望各位 慢慢 去 練習 看看 了解嗎 這邊 還沒有問題 我問你講沒有關係 提出來 沒有關係 因為這個還有 接下來還要討論的 都可以懂 好 我們先把這一句 先講這個比較重要 好 我問同學 我們學過 行動詞 各位看這個 就是 引申出來的 另外 一個轉換 看 同學看 我們講過 日文的 形容詞 日文的形容詞 一 要加 要變成 長音 才可以加 ございます 對不對 這沒有問題吧 我們講過 形容詞的變化 要變成 長音 然後 才可以加 ございます 變成 最近語 裡面的 輕訊語的用法 這個有沒有問題 為什麼我要講這個 我問同學 ロザイマス等於什麼 等於 ロザル 對不對 等於什麼 他的長題是什麼 ある 他可以等於什麼 對 あります 對不對 這邊有沒有問題 ロザイマス 是從 ゴザル變過來的 ロザル等於 ある 等於 あります 對不對 我們學過的是 形容詞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對不對 本來是 ありがたい 形容詞 一 變成 他變成 都 所以才會變成 ありがとう ございます 這個 有沒有問題 你看喔 ありがたい 變成了 這個 我 在形容詞的地方 應該有跟同學講過 沒有學過的同學 可以看一下 那個 文法集結那一本 裡面有 好 所以 ありがたい 是這樣的漢字 好 好 ありがたい 他 要變成 と あ段加い 要變成 お段加う 對不對 對不對 這邊加う 再加 ございます 這個就是 形容詞的變化 い 變成う 他變成と 對不對 一樣 あやい 好 好 對不對 他變成 ほ ほ ほ よ ほ らい ます 對不對 一樣 這個 ほ よ 好 各位 看 や 變成 よ い 變成 う じゃ ございます 完全 一模一樣的 這邊變化 應該沒有問題 對不對 好 各位 看 現在你知道 ございます 等於 ござる 等於ある 等於 あります 對不對 好 我現在 把這個 抓到前面來 直接看 好 你這樣你就更清楚 ある等於あります 等於 ございます 等於 ござる 好 我問同學 名詞 怎麼加 ございます 加什麼 で 然後再加什麼 ございます 對 很好 先生 でございます 對不對 好 我問各位 這個變化怎麼變出來的 我把這個加 用掉 加ございます 加上去 對不對 他必須用 加 加 ございます 來 怎麼變出來的 先生 である 先生 である 很好 等於 である 變過來的 等於什麼 是 等於 大 有沒有看到 我要同學 回對回來 就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看到 為什麼他要多一個で 就是因為 ある 等於什麼 ございます 有沒有看到 我把他切開 你就看懂了 我把他切開 AR 有沒有看到 所以 是 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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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ございます 這個 我是希望同學順便學會 這個 有一點 小複雜 但是 你了解 有沒有看到 等於 です 等於 你打 為什麼他需要 再加一個 で 原因就在 這個地方 你把他 切開 是不是 變成 ある ある 是不是等於 あります 等於 ございます 等於 ございます 等於 全部 可以 融會 貫通 這個就是 我講的 拆解 拆解 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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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 拆開 自然而然 就可以全部看到 所有的變化 乍看之下 小複雜 仔細 分解 你就可以 看到 全部 可以嗎 這邊這樣 還沒問題 有問題 同學可以提出來 這一定要弄懂 因為 你們要走進 解讀的世界 就跟剛剛 那一小段 為什麼可以讀那麼久 原因就在這邊 非常重要的 一個 拆解 習慣的問題 你們現在我還是不太懂 他是 是因為 阿魯 阿魯省略掉了嗎 阿魯沒有省略阿魯 阿魯變成 你看 動詞這邊 阿魯 是不是 等於 有 有沒有看到 阿魯 那他是不是把這個阿魯 直接變成 GOSAIMASU 以 阿魯保留嗎 有沒有 你看 先生打 先生です 先生である 先生でございます 有沒有看到 一樣 完全一模一樣 跟這個一模一樣 老師不好意思 可以問一下嗎 可以 先生でございます 我可以把它想成是T型嗎 所以T型加R的話 你要這樣來想也沒有問題 因為Mozin Mask是不是等於T型加R 概念中子型加R 可不可以 任何中子型都可以加其他詞 但是在這邊 它基本上是從T型加R 就是R轉過來的 你要這樣看它拆解開 也不會有問題 知道嗎 在文法上的架構是成立的 名詞加中子型加動詞 可不可以 可以 是不是 是 沒有問題的 但是我不要你這樣記 我覺得直接用T型加R 因為T型加R 那你這樣R 是不是等於Gozalu 等於Gozai Mas 對不對 對 這樣是不是比較容易連結在一起 不要把它拆開 因為我這裡我會把它想成是中子型 然後加Gozai Mas 所以就會想到是T型 然後後面可以加 當然你用這樣來看待它的話 在句子文法上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這樣繞了一圈 我比較建議直接用DL來看待 比較簡單 把他當成一個字來看待 對 來看待就對了 因為DL等於Gozai Mas 對不對 這個地方這樣比較好連結 以後你只要蹦到名詞句這一種架構 你用DL等於Gozai Mas 來轉換DL等於Gozai Mas 就很簡單了 那這邊我拆解的目的 是要讓同學知道 形容詞是這樣 名詞是這樣 動詞是這樣 是不一樣的 好 那我知道 謝謝老師 剛剛那位同學 可以了解嗎 這個DL等於Gozai Mas 怎麼跑出來的 知道嗎 嗯知道了 因為我跟那個同學的問題是一樣的 哦 看成中子型的 對 你有沒有感覺這樣比較好記 所以我剛剛在看了一次 阿魯等於Gozai Mas 等於Gozai Mas 等於Gozai Mas 那我懂了的意思是什麼 是 這樣是不是翻譯就可以翻出來 對不對 對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變成什麼 假如 假定型 假如 假如 沒有是 沒有面談的時間的話 對不對 有沒有問題 沒問題 沒問題 好再來 Semete 什麼 什麼意思 Semete 什麼單字 一定 好 一定 副詞嗎 那這裡 Semete 這邊 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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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mete 這個算 副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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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mete 怎麼樣 電話でお話をさせ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 先不要管後面這一句 到這邊就好 假如 你沒有面談的時間的話 這件事情的話 對不對 怎麼樣 至少怎麼樣 這邊的day代表什麼意思 工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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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什麼 電話 用電話 然後 怎麼樣 讓我跟你說明 讓我跟你說明 詞一行 好 這邊的句型是怎麼來的 お話をさせ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 怎麼變出來的 お話をする 對 お話をする 2 3 5 4 4 5 5 6 變化加斯魯表示謙訊 如果尊敬要加什麼 會加尊敬就變成了尊敬 這個同學一定要會 這個很重要的一種變化格式 這兩個一定要記住 就非常非常常用的句型 一個加斯魯一個加尼納魯一個有助詞一個沒有 所以你看 お話し第二變化 對不對 お去掉 お話しおする的句型 おする的句型一樣 對不對 第二變化加する 好 這邊多了一個 せるさせる 讓我跟你怎麼樣說話 用什麼方式說 電話 面談跟電話 一個就是面對面 一個是通過電話 いただけませんか いただく 變成了いただけません 變成什麼形 可能形 可能形 能夠 不能夠 這邊用否定 好 我問各位 這邊的ません 代表什麼樣的感覺 真正的否定 還是什麼的否定 恳求的感覺 對 比較婉轉的口氣 要不要 可不可以的感覺 沒有否定的味道 行きますか 跟行きませんか 表示更客氣 婉轉的表達方式 用否定型來代表婉轉 更客氣的用法 這邊用了 使意 被 可能 加 否定代表婉轉 跟 征詢對方的 意見 疑問詞 更婉轉 所以 謙訊中的謙訊 可能 到這邊 整個轉換 好 意思就是說 假如 沒有辦法 給我 有 面談的時間的話 那至少 你有 你也 讓 實意就要翻讓 對不對 能夠不能夠 讓我 用 電話 來 跟你 談一談 いただく 誰給誰 長輩給我 長輩給我嗎 我從長輩那邊得到 對 長輩給我用什麼 くださる くださる 其他同學我也希望各位 像現在這位同學這樣 同學不要幹這樣 跟我一問一答一問一答 這樣是進步最快的方法 同學要記得 這非常重要 你不要認為說我這樣 插嘴不好 表達不好 萬一錯了 更不好意思 不要不要 通通不要 我盡量 希望同學越多人講越好 在講的過程裡面 你就可以確定自己 想法對不對 好 我再問同學 既然 長輩給我是 くださる 我從長輩那邊得到是 いただく 我問同學 いただく跟くれる くださる 有什麼不一樣 這兩個什麼場合使用 我們講過 這個 いただく跟くださる 有什麼不一樣 就跟 もらう跟くれる 有什麼不一樣 一個長輩 一個平輩 一個長輩 就這樣而已 但是 這是一組一組的 有什麼不同 主動被動 主動被動 這個有算便宜的意思 沒有 主動被動 可以這樣講 一個是 有請託 對方 對方給我的 一個是 沒有請託 對方 主動 給我的 所以 主動給我 就是 くれる 跟くださる 對方 是主語 他主動給我的 我有請託 他給我 就是 もらう 跟いただく 所以 在這個地方 你從這邊 是不是 就了解 他為什麼用 いただけませんが 有沒有 有沒有請託 這邊 有 有請託 沒錯 就是請託 這樣是不是就很清楚 為什麼 這邊不用 くれませんが くださいませんが 原因就在這邊 因為是 作話者 請託對方 給我這樣的 見面 說話的機會 是不是 這樣可以了解 這邊不容易懂 但是我希望 同學要去注意 日文的實意形 一旦跟いただけませんが 這個句型 希望同學一定要記起來 非常好用 比如說 你跟你老闆講說 老闆 我想要挑戰一下 下一份的 project 工作計畫 給我來做 好嗎 就要怎麼講 やる やる 怎麼變 やらせ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が 這樣聽懂嗎 請把這份工作給我做 この仕事を やらせ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が 可以聽懂 這個有沒有問題 我寫在這邊給同學看 好 同學看 剛剛那個 仕事を やる 做 工作 這件事 對不對 好 讓我做 仕事を 作用 やらせる 沒有問題 好 把它變成 K型 やらせて いただく 請讓我做的意思 我從你那邊得到這樣的許可 讓我做這份工作 然後 再變成 いただける 能夠讓我做 再把它變成 否定型更婉轉 一搭搭 か 靜體的用法 再變成 一搭搭 か 再變為 ませんか 就是現在這個 セル的巨型 再變成 一搭搭骨的巨型 再變成 一搭搭 給ませんか 疑問的 可能的疑問 就這樣 可以看得出來的嗎 所以 這個地方 我希望同學去慢慢體會 怎麼變出來的 意思就是 可不可以 否定嗎 可不可以 能夠不能夠 能不能 怎麼樣 讓我 從你那邊得到 讓我做 這份工作的機會 就這樣 前面再加上 就結束了 這個 希望同學要把這個巨型記起來 到這邊 最尊敬的用法 老師你那個鏡頭是不是要換一下 不 歪了是不是 跑掉 我這裡看的是反面的 你要重新點那個 點那個 丁選 人那個地方 好的 謝謝 這樣子 順便把這個學起來 就是你打開人的地方 再丁選 我的 人頭 你就會轉過來的 可以嗎 這是正常的吧 可以了 這個都是要學 我們每個人都要學 我也 一開始 我也都在學 好 這樣可以了解 這個 不太容易 懂 但是 一定要 突破 這個界線 這個界線 一旦突破 以後 你對於 瘦瘦動詞 就不會有恐懼感 我們對於瘦瘦動詞 都是是懂非懂 一定要特別注意 好 各位再回過頭來看 剛剛這一個 所以你看 最後面 佔用各位一點時間 我們把這個講完了 各位看 最後一個又是 此意 這邊 單純的 此意 這邊是 此意 加 瘦瘦 各位要記得 此意跟瘦瘦 照正常來講 這兩種句型是衝突的 什麼叫衝突 此意 本來 在感情上是帶有負面情緒的 所謂的負面情緒就是 我不喜歡做 人家要求我去做 我被要求去做某些事情的時候就是死意 那 那 搭搭鼓 摩拉五 這個都是 占便宜的感覺 一個是負面的 一個是正面的情緒 但是 當這兩個情緒加在一起 變成死意瘦瘦的時候 各位要記得 全部帶有一種 請脫的味道 請讓我做什麼 請給我這樣的機會 這樣的感覺 你用這樣去串聯 那如果是負面的情緒 我的東西被弟弟弄壞了 媽媽 讓我去買什麼東西 要求我去買什麼東西 全部都是死意 或被動 那 我 從別人那邊拿到什麼東西 都是 正面的 我 占了便宜 得到好處 這樣知道嗎 好 為什麼要先講這個 各位看這個 うてまわとらせません 怎麼翻譯 不 不耽擱你的事件 是不是 不耽擱 什麼意思 就是 從字面 去看就好 可以嗎 我去查字典 也沒關係 廢死 廢死 不會讓你廢事 對 麻煩 不會讓你 不會帶給別人 不會帶給你麻煩 或者是 浪費你的時間 浪費你的功夫 貴就是熟嘛 你的動作 麻就是時間 空間的意思 我不會讓 沒有 我希望同學 慢慢去練習 我不查字典 我怎麼去猜這個字 這是需要練習的 うてまわ 表示對方 我 表示美化的語言 對不對 好 とらせません 什麼形 死意 對不對 正面還負面的情緒 變成什麼 浪費時間 浪費你的功夫 對不對 正面還負面 負面 對 所以他才加否定 表示 我絕對不會讓你 浪費 時間 功夫的 是不是 所以這個 老師我看不到畫面 是在哪裡 老師講的 看不到畫面 哦 你要回去 你要回去再點 一次 重新再點一次 點那個 那個人 那個地方 因為我已經有 欸對對對 欸對 再點一下 應該就可以看到了 好 可以嗎 好 大哥 大哥不錯哦 你 學 這些東西操作都慢慢就學會了 對對對 很 很辛苦 但是 謝謝 可以出來了嗎 這點固定畫面 丁選那個有沒有 兩個人那個地方 兩個人那個地方 點老師兩個嘛 簡報 點另外一個就好了 他有兩個嘛 我的名字有兩個 因為我有轉換畫面 可以嗎 兩個都點看看 謝謝 好來同學有沒有看到 這邊剛剛我講的 這個是負面的情緒 對不對 這邊有死亦加 瘦瘦 就變成請脫的感覺 所以 各位記得這樣 記的話會更快 也就是 你只要記住這樣 死亦 就是 負面 不對 死亦 加 瘦瘦 又等於 挺脫 好 好 慢慢來 好 我希望 我希望同學把這個 記住 以後你再使用 看到 這樣的時候你就知道 好 用這種 概念去記 死亦 負面 瘦瘦 正面 死亦加瘦瘦 請脫 最簡單的記憶方法 這個 這樣 就很容易 了解 你以後在使用 單一的時候 跟兩個並用的時候 產生什麼樣的變化 你就可以看到 不一樣的內容 就這麼簡單 可以嗎 這個 不容易懂 但是 我希望各位 慢慢去了解 這句話 很多 地方 很好用 像這個的轉換 這個的 組合 這個的負面情緒 我們都必須要學會感受 你學會這種感受 你就會看到不一樣的日文 需要一點時間去消化 老師 不好意思 可以再問一下嗎 那個死亦的話 對不對 這個地方 お手前を取らせます 對不對 那他這裡的 蛙是不是把O取代了 然後強調後面的否定 沒錯 死亦的時候應該是 前面著詞應該是O 對不對 是 沒有錯 好 謝謝老師 各位 蛙是帶有強調 故意提出來 把它當成主語來強調後面 知道嗎 概念是一樣 他本來是 ケマオトル 對不對 對 對 因為トル是他動詞 所以一定是用O的 對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 蛙取代O 然後這裡的蛙是強調 這一個後面的否定就對了 沒錯 就這一樣的概念 好 謝謝老師 可以嗎 其他東西還沒有問題 有問題就問沒有關係 可以嗎 今天講的兩個句子 我希望 課後 同學一定要花一點時間去消化 今天講的兩句 都算是 複雜的句型 聽不懂 一定要再看 我的說明的部分 我待會會把這個全部貼在群組裡面 同學可以慢慢去消化 然後再看影片 再對一次 一定要把它弄懂 有看不懂 有看不懂 就在群組裡面 留言 老師我哪裡看不懂 這兩句話 全部把它 讀懂 可以嗎 這兩句 讀懂以後 很多東西 你就可以融為貫通 第一句 那些變化 以及那些判斷 對各位的基本功很重要 這一個 瘦瘦跟實力的總和運用 非常的好 希望各位 要慢慢去體會 這裡面 此意 瘦瘦 還有 那些句子對句子的判斷 還有 的用法 我說希望各位 一定要把它消化 這些東西很重要 希望各位把它記起來 可以嗎 有沒有問題 謝謝老師 你再聽一下 可以嗎 我再講一下 老師再講一下吧 好 第一碼就是 對於你的時間功夫 我不會佔用的意思 我不會佔用你的時間的意思 好 謝謝 好 好 還有 好 請說 那個 拖魯應該是我的動作嗎 拖拉C 是我讓對方的動作嗎 對對對 我佔用你的時間 我佔用你的時間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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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沒有變成對方的動作 沒有 沒有 這沒有變成對方的動作 是我 我 拿你的時間 我 拿你的時間 讓我拿你的時間 讓我拿你的時間 我不會 這樣的意思 這是我的動作 這邊要小心 你為什麼會想說這個是對方的動作 蛙的關係 對不對 蛙是足魚 對不對 是 你有沒有想過 死意跟被動 真正的動作者不是蛙 是你 這個正常的句子應該是這樣 如果硬要講應該是這樣才對 你有沒有看到 蛙的媽 好 這個 蛙的媽 其實就是講什麼 あなた 對不對 這個我不要看 あなたの 蛙は 我 私 に 拖らせません 對不對 不會 被我 讓我 拿走 讓我 拿走 讓 我 拿走 你的 時間 所以我才跟各位講 死意很難懂 就在這邊 死意被動 各位一定要記得 我再舉一個被動的例子 你就很容易了解 我 但是 我 我 但是 我 我 但是 都 你 對不對 我被弟弟怎麼樣 我被 被那個部長好了 不就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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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對不對 這沒有問題吧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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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對不對 被動是 這比較容易了解 來我問你 你打 這樣句子 是不是 我被 部長罵了 對不對 對 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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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這一句是不是 等於這樣 不就 我 我 那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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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對不對 我 你 你 對不對 這邊是 有 有沒有問題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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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你 誰做罵這個動作 部長 你 就這樣 概念就這樣 所以我不是真正的動作者 這樣了解的嗎 所以這個地方全部因為他省略 所以 沒有 真正動作者是誰 你 你 你 有沒有看到 Otema wa 私 に 取らせません 你的 時間 不會 被 我 拿走的意思 我要把它改成過去式你就懂了 一樣 是不是跟這個一樣 我 不是真正動作者 真正動作者是你 這邊真正的動作者是誰 你 一樣啊 因為主語不一樣的嘛 這邊是我 這邊是部長 被部長罵 這邊是部長直接罵我 這邊部長是主語啊 真正動作者 對不對 有沒有看懂 被動是 好 這邊我希望同學順便記住喔 這邊還有一個東西要注意喔 實力 被動 是 他的 動作者 真正的動作者是誰 是你 的位置 不是我喔 這個要注意 要注意 要注意 這個 一定要弄懂 你注意看 這邊是不是被動 剛剛這個 這邊是不是被動 是不是 這是一般的句子嘛 那 這邊罵人的是誰 你 那東西告訴我 部長 部長嘛 你嘛 真正動作者是部長 不是我 對不對 一樣 這邊是不是一樣 讓我拿走 真正的動作者 拿是誰的動作 我嘛 我 我不會佔用你的時間 你的時間 我不會佔用 了解了嗎 這樣了解 謝謝老師 了解喔 有點難懂 所以我才跟同學講 今天上的東西 一定要複習 他的複雜性 因為牽涉到 動作者是誰的問題 這很 麻煩的 因為 我們習慣 挖 你 你就是對象 挖就是動作者 但是 死意被動 剛好 顛倒 這樣可以了嗎 好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同學如果還有問題 這個禮拜 你看到什麼時間 有問題 你就在群組發問 沒有關係 我會再回答你 不用急 給自己一點時間消化 今天講的東西 有一點點難 我要很坦白跟各位講 有一點點難 你需要花一點時間去消化 可以嗎 會後 我會把今天的內容 全部貼在群組裡面 慢慢去看吧 可以嗎 好 沒有問題的話 今天就 上課到此 謝謝